各位听众,各位同学和家长,大家好,这里是十二思语文微电台,王老师带你读唐诗三百首节目,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七言绝句,那么在学习的同时呢,还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诗人,唐诗三百首呢,也已经到了尾声了,但在最后的这十几首诗里面,依然还有一些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人物,可能他们整体上不是非常的著名, 但有这么一两首作品呢,还是值得我们来学习和了解的,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位诗人,就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况,请大家把书翻到第三百三十八页,在这一页的下方,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啊,好像是个声字不认识,要注意它的读音,念正田,这个田字啊,我们一般都说这个左边是行旁,右边是生旁,对吧,但这个字要念左边,正田, 这个田是打猎的意思,那正田这个人呢,是晚唐时期的一位诗人文学家,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生平,其实官做的还是不算小的,虽然呢,比李商隐晚重近世很多年,但是官做的呢,可比李商隐要大多了,那么正田呢,他这个除了去做了很多大官之外,之前他起步的时候,跟李商隐的起步也差不多,主要是在秘书省啊,做一些文字类的工作, 所以呢,他写圣旨是非常出色的,已经在史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了,那么他的诗里面最著名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一首,叫马维波,那么马维波的这首诗一看题目,大家都应该知道了,这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一段往事,而且是在马维义兵变的时候,唐玄宗不得不被迫赐死这个杨贵妃的 这么一段历史往事,那么杨贵妃死了之后,这个唐代后期的诗人,包括说历史上的一些诗人,只要经过了马维波这个地方,基本上都要感叹一下杨贵妃,但是正田这首诗为什么著名呢? 是因为他选择了一个比较别致的写法和角度,他没有把眼光放在同情杨贵妃,批判唐玄宗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上,而是选择了一个历史的对照,来表面上看,在称赞唐玄宗的行为,实际上是对他一个大大的讽刺,这是这首诗比较有趣的地方,我们来看一下整首诗歌的内容, 玄宗回马,杨贵死,云语难忘,日月新,忠世盛名,天子世,景阳宫景,又何人? 看起来好像写得非常的直白,对吧?开头一句,玄宗回马,杨贵死,那当然是在交代马维波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啊,就是唐玄宗骑着马走了,杨贵妃呢就死在了这个地方, 就没有能够跟着他继续再走,回马呢指的就是他叛乱平定之后,唐玄宗再次经过这个地方, 泰人这个平调杨贵妃的这个事情,但是平调也没有用,因为杨贵妃已经死了,不能再活过来了, 接着第二句就来写唐玄宗内心的感情,叫做云语难忘,日月新, 云语呢,看注解三,用的是宋玉在高唐妇里写到的典故,云语指的是男女爱情之事, 云语难忘,当然指的是事隔多年,唐玄宗依然忘不了当初和杨贵妃之间的那些恩爱, 但是呢,虽然心中难忘,但是世事已经回不到当初了,时光是无法倒流的, 所以后面又配了三个字,叫日月新,什么叫日月新, 就是已经改天换日,改朝换代了,已经是唐玄宗的儿子唐肃宗来做皇帝了, 然后整个国家的形势也已经怎么样,就是转危为安, 已经不再像当时安史之乱一样,那么仓皇逃跑了, 但是虽然云语难忘,毕竟已经日月新了,已经翻篇了, 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时候了,所以这一句里面也是很有感慨的, 就唐玄宗还念着和杨贵妃的旧情,但第一,国家已经不在他手里了, 第二呢,整个国家的形势和他当时第一次路过这里, 也已经完全不同了,可以说是叫物是人非, 马维泊这个地方没有变,但是杨贵妃变了,国家变了, 他唐玄宗本人呢,也变了, 所以这两句就相当于是交代了一下历史故事, 就是把这个马维泊上曾经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个概括, 那么三四两句就不再是叙述事件了, 而是诗人本人的评论和议论了, 那么诗人是怎么议论的呢? 第三句好像是要夸一下唐玄宗, 说忠是圣明天子事, 说虽然中间闹出了这么一点小插曲啊, 但毕竟唐玄宗是个圣明天子, 所以他才会干出来忍痛割暗, 赐死杨贵妃的这样的一件事, 表面上看夸的很高了啊, 都已经圣明天子了, 但是跟唐玄宗做对比的是谁啊, 是景阳宫景又何人,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个昏君, 叫做陈后主, 就是南朝宋齐良臣, 这个陈朝的末代皇帝, 之前我们也讲过他玉树后庭花的事情, 对吧, 叫商女不知王国恨, 隔江游畅后庭花, 这里面写的也是陈后主, 那么陈后主当时的对手是谁呢? 也是一个昏君, 叫隋阳帝, 当时的隋阳帝还很年轻, 还没有统一全国, 是他的父亲隋文帝在做皇帝, 就派着隋阳帝, 当时当然还是这个阳广, 对吧, 就只是一个亲王而已, 然后派他南下来灭这个陈朝, 然后呢, 在灭这个陈朝的时候, 隋朝的士兵进到了这个陈朝的宫殿, 也就是这个景阳宫, 哪儿也找不到这个皇帝, 后来呢, 就发现这个宫里面有一口井, 井里面没有水声, 反而传来了人说话动静的这个声音, 于是呢, 就问他说下面谁啊, 不说就拿枪捅死你了, 然后结果这个陈后主就说, 刀下留人, 我正在底下呢, 这口井是个枯井, 里头藏着人呢, 于是呢, 这个士兵啊, 就把这个绳子放下去, 说你抓绳子上来吧, 结果呢, 这几个士兵拉一个人, 拉这个绳子, 拉不动上不来, 后来又叫了几个小伙伴帮忙, 才把这人给拉上来, 拉上来的时候啊, 这个士兵就很震惊, 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奇葩的皇帝, 对吧, 这拉上来的不是一个人, 是三个人, 一根绳子上捆着仨, 一男两女, 这个陈后主啊, 已经被敌人攻进了皇宫了, 他逃跑的时候, 还不忘了带着两个美女, 一个是他的最宠爱的妃子张丽华, 另外一个是孔贵贫, 贵贫就比贵妃低一档, 但是也算是很宠爱的妃子了, 一人带着两个美女在跑路, 然后没地儿可跑呢, 就藏在了一个枯井之中, 然后结果要被人俘虏的时候, 一根绳子上还舍不得把这两个女的扔下, 然后怎么样, 还要把他们缠在一根绳上, 让敌人的士兵给拉上来一起俘虏, 结果杨广看到这一幕啊, 就感叹说, 哎呀,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昏庸的皇帝, 然后一刀就把张丽华砍死在井边, 说就是这个红颜祸水啊, 把你害到今天这个地步的, 但是隋阳帝没有想到的是, 三十年后他自己也走上了这样的道路啊, 那这就是后话了,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, 井阳宫井又何人, 意思就是说什么呀, 跟这个陈后主相比呀, 唐玄宗干的, 这毕竟是圣明天子, 才能干得出来的事, 哎, 你再琢磨一下结尾这两句, 作者真的是在夸唐玄宗吗, 说你比弱智多考一分, 那你觉得这是夸人的话吗, 哎, 所以实际上啊, 这个诗人叫明包暗扁, 表面上看, 好像把唐玄宗捧成了圣明天子, 关键是, 这都是靠同行的衬托啊, 你也得看看跟谁比呀, 你跟陈后主这种世界级的奇葩比起来, 你是圣明天子, 那说白了, 也是美好到哪去, 对吧, 你比弱智多考一分啊, 你真是太聪明了, 这话怎么听, 怎么实际上是在骂人, 所以呢, 这一首诗啊, 也恰恰是因为这种非常别致的骂人技巧, 就被很多历史上的人啊, 拿出来评论, 于是这首诗就成为了郑田本人最著名的一首诗歌, 这也就是这首诗我们需要理解的地方, 实际上整首诗歌的文字, 还是非常的浅显易懂的, 主要是你要把这个典故, 以及诗人骂人不带脏字, 明包暗扁的这个心思, 你要搞清楚才可以, 那接着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整首诗歌, 玄宗回马杨妃死, 云雨难忘日月新, 忠世盛名天子世, 景阳恭景又何人, 时间关系,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, 本期节目呢, 也是今年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期了, 在此也预祝大家春节快乐, 谢谢大家。 请不吝点赞,